我覺得這當然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一個訊息 那麼在短短的這幾年之內 斷交的國家如雪崩般 這實在是非常令人憂心 那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中南美洲是美國的後院 那這也是凸顯出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 因為這些國家本來都是為美國馬首是瞻 但是呢這些年來現實已經大不如前 那麼在這一次的事件 又一次的變成是中美角力 而台灣卻淪為忌貧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形勢巨大變化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應該要更有智慧的 去處理我們的外交關係 更靈活更務實的 去處理我們跟邦交國之間的關係 那這也是為什麼馬英九在總統任內 強調要外交修兵的最主要原因 那希望中華民國的邦交國 不要變成中美角力的戰場 也不要成為兩岸互鬥的一個戰場 那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邦交的現狀 所以就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我們希望蔡英文總統 吳釗燮部長不能夠再做事不見 不能夠再毫無動靜 毫無反應 應該要積極的檢討 提出因應的辦法 不能夠像植物人一樣動都不動 沒有任何的動作 那再這樣子下去 我們的邦交國越來越少 這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主權存在的重大的國安危機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它變成是一個中美角力 那因為這幾年兩岸關係的極凍 就是你沒有辦法在這中間用務實靈活的外交的手法 來確保我們國家的邦交國 那我們就變成捲進去選邊站 那面對的就是這樣子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 可是我們卻沒有任何的策略 那這個如果說民進黨只要壓美國的話 那也要問美國 為什麼沒有辦法穩住他的後院 那這一切包括我剛剛說的 美中的對抗跟角力是不是在大戰略上面 也應該要重新的做檢討呢 這是真的是最明智的做法嗎 林秉書神通廣大 真的讓我們見識到了 原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有另外一個不同的空間 是讓這些人橫著走的 讓我們不禁懷疑 現在台灣到底是誰在管 是誰說了算 為什麼林秉書這樣子的一個網軍集團 可以暴力恐嚇脅迫多名女子 包括現任立委 沒有人敢碰她一根寒毛 如今出事收押了之後 還是一樣你看她的爪牙 還有幫她跟她聯繫的人 還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不管是網路媒體放話 律師出來放話 在在的都要再一次的證明跟彰顯 她無遠佛界的影響力嗎 她是要釋放給訊息給誰呢 給她的後台嗎 給哪位老大呢 她是要讓檢調收斂嗎 這個案子到底能不能辦到底辦下去 林秉書不是只是一個單純個案的家暴事件而已 她是一個集團的犯罪 她背後是誰指使的 她的金流在哪裡 現在放出了這麼多的煙霧彈 我覺得檢調你有勇氣有決心辦到底嗎 然後這麼多的資料外洩自白書 不堪的影片截圖 為什麼都會流落到坊間呢 為什麼會流落給媒體呢 檢調到底在幹嘛 我這樣就要不要坐著 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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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調